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怎么样对待学圣 有五点意见 是在《圣神经》 佛教里面有一本《圣神经》里面讲的 第一 顺法调语以爱教导 就是我们要教导学圣啊 你要以主法 不可以求解道理 调语啊 就是好好地要调教他 驾驭他 主要的是以爱啊 来教导他 这个有时候 像佛教里面你看 才一进闪门呢 就是弥拉菩萨 小兮兮的爱 来摄受你和引力 当然了你爱不着 才有后面的围图庭家 但是一个老师 以鼓励代替这不一样 以管怀代替活着啊 所以爱的教导很重要 第二呢 灰奇未闻正光见善 我们这个教导这些学生呢 主要地让他 好像我没有听过的 我听到了 我不知道的 我知道了 教会他 这个没有不懂的 不明不得 要增加他的建设 第三呢 随其所闻 令解善意 就是 学生要让他来 跟我们问 跟我们讲 不一定要用提安式的教育 因为这就是贡数的 讲给他听 讲给他听 有时候 启发他呀 学问学问 要问 所有的父亲 你看都是弟子来问啊 这个佛陀来回答 你比方《金刚经》吧 如来圣父领祖菩萨 如和圣父造祖菩萨 他就是有人问 而佛陀再来接待 第四啊 这四季圣友 落语教友 我们对于 年轻的子女啦 学生啦 我们要替他 寻起好的朋友 让他呀 所以敬祖哲 敬目哲哲 要清净圣友啊 要做一个好人 好的朋友介绍给他 要让他欢喜 和好朋友在一起教友 第五啊 敬极守子 这个教授不识 就敬自己的守子 要穷良享受 别有的一些老师 宗教导好像 我是好像秘籍一样 要留一点 不能同样都受给你了 其实这个时代的敬父 我们要让秦传于难 而胜于难 所以这个师长 要勤朗享受了 深圳经理 为师之道 一 顺法调语 以爱教导 二 回其未闻 真光尽善 谁其所闻 令解善意 是 是其善友 乐于教友 五 敬其所致 教授不识 祝福 得以爱教导